音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浩德说书 那这一期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Start with why 的单元十一 OK,单元十一叫做 When why goes fuzzy 当你的为什么变成模糊的时候 OK,那其实呢 这个单元一开始呢 他会分享到Walmart Walmart的创办人呢 他叫Sam Walton 那其实他一开始呢 当初他成立这个公司 他的宗旨很简单 就是要serve 因为他相信哦,只要你对待别人好 别人自然会对待你好 所以在他 在他离世之前 这个公司变成全美国 变成一千大的企业 当然,他也带给了 就是美国的GDP 很高很高很高的一个价值 OK,那他贡献了很多 但是呢,很不幸呢 这个公司呢,在这个创办人 Sam Walton离世后 就是他公司呢,的那个为什么 他们的管理层 开始对这个 这个创办人的为什么 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他们没有把这个传承好来 而导致到后面 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 什么不好的法呢?就是 呃,他们开始有一些贪污 有开始 不知道,诶,就是接触了很多法律问题 然后打直到最后呢 就是他们想要再继续的去 expand在其他地方 都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只是呢,他们做的东西 他们的what跟how,其实都一样 他们还是美国 数一数二大的一个 一个,呃,超商 还是,只是呢 因为他的为什么,他们对创办人 为什么要创办这个公司 变得开始模糊的时候 诶,其实消费者也能感受到 而,其实里面的那个客户 也能感受到,还有 里面的管理层也能感受到 所以呢,到 在创办人还在的时候 诶,其实他们的why那些都很明确 大家都知道,诶,创办人 是信念是,诶,我是非人 有人会很自然的对我好 那可是呢,随着创办人离开后 其实这整个 为什么,他们大家都没有再记得了 ok,就 对这个东西会越来越模糊 而导致到,之后的 比较很多公司的发展会 呃,越来越多 呃,不愉快的东西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在 又在提醒我们,诶,其实 要懂,为什么很重要 而,这个呢,不能模糊 当你越模糊的时候 整个企业的方向会来乱 那接着呢,他有提到,诶 being successful versus 呃, feeling successful 就是,你,你成功 还有你感受成功 是什么,差别 那,他就有分手,诶,其实他 他刚好作者哦,Simon Sinek 他参加了一个MIT举办的一个 呃,一个 企业家的一个培训 类似培训这样子 那那边有,呃,前美国很多 很大的,很厉害的企业家们 那他就,听他们说,诶,其实他们每个人去 去分享嘛,诶,其实 他们都很厉害,ok,都赚了很多很多钱 可是,当那个培训人问他,诶,这里 谁对目前的生活 还是说,呃,谁对自己的企业 赚了很多钱,感到很开心 大家,全部举手 那,大家问,诶,那你觉得你成功吗? 那有80%的人都放下手 那,其实,诶,我们就很套气啊 这些人,应该很成功啊 因为他的,呃,他的企业这么大 然后也不愁钱,不愁吃,不愁穿 那,理论上应该很成功啊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诶,being successful 他们的确是很成功 可是,他们没有感觉到他们成功 OK 答案,being successful 但是,not feeling successful 这样是不同的 那,所以,这个就会让作者 就有点,诶,为什么啊 为什么,到底,being successful 跟feeling successful OK,成功 跟感受成功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我们才可以再分开来去看哦 有,英文字有两个东西 呃,一个叫achievement 一个叫success OK 就是achievement呢 就有点像being successful 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做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今年,我要可能上市 可能我要赚100千 那,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叫你的 战绩 我们叫achievement 那,另一个呢 叫success OK 成功 成功 成功其实是一种感觉 OK,一种感觉 那,它会怎么出现呢 其实,是你知道你自己 为什么做 你的purpose 你为什么创立这个公司 你为什么要赚这么多钱 当你很清楚知道 你为什么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诶,我在做这 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做 你会觉得你成功 所以,这个跟外面的 我们讲 你的,你的战绩多好多好 其实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因为它是 比较属于我们内心的 OK 我们内心的想法 我们内心的感受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自己为什么做 而我们做这 我们为什么做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才感觉到 我们,诶,很success OK,我们觉得我们很 很成功 我们很富裕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就是 呃,当你知道 你的为什么后 而且你要知道 你要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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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才不会变得模糊 而当你越清楚知道 你为什么做的时候 诶,那 你 也把你的为什么 如何做 跟做了什么 去因应出来的话 那你就会 对你的生活 你的企业等等 会越来越好 OK 你不会变得模糊 所以 这个东西呢 我们很多人很会 诶,如何做 做了什么 如何做 然后 如何把它完成 我们都会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遗忘了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 这个单元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 诶,时常的 去提醒我们自己 为什么做 不要把这个为什么 变得模糊 那当你模糊了 你忘记了 你很可能 就会开始迷茫 而 当你迷茫了那时候 诶,也许 你的 你还是做得对的事情 可是 你自己会 越来越偏 然后到最后 你可能 会 不会感觉到 幸福 你不会感觉到 你成功 反正你只会觉得压力 然后 赚了很多钱 你还是觉得 诶,我不知道我人生在干什么 OK 那这个就是这个单元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希望 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那也很抱歉 外面有鸟 在叫 因为 我 我的房子外面 有一个鸟窝 所以 你会听到很多 叽叽叽叽叽叽叽的声音 OK 那我是浩德 那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你 那我希望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我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